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等式的性质这一节的内容 如果一个数是正数 那么这个数就是一个大于0的数 举个例子 3是一个正数 那么3就是一个大于0的数 如果一个数是负数 那么这个数就是一个小于0的数 举个例子 如果-3是一个负数 那么它就是一个小于0的数 接着一个我们把非负数叫做大于等于0的数 所以如果一个数是非负数 那么这个数就是大于等于0的一个数 接着我们把这个符号叫做等价余 叫做等价余也可以叫做当且紧当 下面这个符号我们把它叫做推出 推出 好 接着看这一条性质 如果用文字语言来描述的话 是这样说的 如果A大于B 那么A-B就大于0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3是大于2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3-2大于0 你自己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 比如说 4是大于3的 那么4-3就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一个大的数 减去一个较小的数 那么结果一定是一个正数 好 那么这一条性质 我们用符号语言怎么表示呢 就是后面的这种表示方法 A大于B 可以推出 这个符号就是刚才我们学过的 推出的符号 可以推出 A-B大于0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符号语言 好 那么反过来 如果A-B是大于0的 那么A就大于B 举个例子 A-B大于0 我们 比如3 3-1 是大于0的 因为3-1等于2 2是一个正数 它大于0 那么A大于B 我们就可以知道 3一定是大于1的 好 这个也是用文字语言 怎么去描述 那么写成符号语言 就是 类似的写法 A-B大于0 可以推出 A大于B 好 那么我们把 这两条性质 总结成 一条 或者说 简写一下 就是后边 这种形式 A大于B 等价于 A-B 大于0 那么这个等价于 的意思 就是 由A大于B 可以 推出 由A大于B 可以推出 A-B大于0 也可以 也就是这个方向的 也可以 由A-B 大于0 来推出 A大于B A就是这个方向的 所以我们的等价于 其实就是 可以互相推出的意思 所以 你不管 见到 A大于B 你可以知道 A-B大于0 那你见到 A-B大于0 也可以知道 A大于B 好 类似的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一条 文字语言 是这样描述的 如果A小于B 那么 A-B小于0 举个例子 如果 2 小于3 这个 肯定是 没问题的 那么 我们可以知道 2 减3 是小于0的 这就是 这条性质 告诉我们的 也就是 一个较小的数 减去 一个较大的数 结果 是一个 负数 刚才我们学过的是 一个较大的数 减一个较小的数 是一个正数 现在呢 是较小的数 减较大的数 是一个负数 好 那么 那么用符号语言 是这样表述的 A-A小于B 可以推出 A-B小于0 好 那么 反过来 如果 A-B小于0 那么 A小于B 举个例子 比如说 2-3 它是不是 小于0的呀 因为 2-3 是得 负1的 负1 肯定是 小于0的 那么 我们就可以知道 2 是 小于3的 这就是 这个告诉我们的 2-3 小于0 那么 2 就 小于3 这是文字 语言的描述 那么符号语言 是怎么描述的呢 就是 A-B小于0 可以推出 A小于B 好 同理 我们 还是把 这两条性质 总结成 一条 就是这样 后面这样说的 A小于B 等价于 A-B小于0 或者说 A小于B 当价仅当 A-B小于0 也就是 由A小于B 可以推出 A-B小于0 由A-B小于0 也可以推出 A小于B 好 我们接着 看下面 这一条性质 如果A等于B 那么 A-B等于0 举个例子 2和2 是相等的 那么 我们说 2-2 是等于0的 这是文字语言 这是文字语言的描述 那么 用符号语言 是这样说的 A等于B 可以推出 A-B 等于0 A等于B 推出 A-B 等于0 反过来 反过来 如果 如果 A-B 等于0 那么 A 等于B 也就是 如果 2-2 它是等于0的 那么 我们可以知道 2和2 一定是 相等的 如果 如果 用符号语言 是这样说的 A-B 等于0 可以推出 A等于B 我们还是 把这两条 归结为一条 就是 A等于B 等价于 A-B 等于0 也就是 由A等于B 可以推出 A-B 等于0 由A-B 等于0 也可以推出 A等于B 好 我们接着 往下面来看 第一条 说 A 大于B 等价于 B 小于A 举个例子 4 是大于3的 那么 我们可不可以 说成 3 是小于4的 这就是 由A 大于B 我们可以推出 B 小于A 那么 反过来 如果 3 是小于4的 我们 是不是 是也可以说 4是大于3的 所以A大于B 是等价于B 小于A的 好 下边一条 如果A大于B 并且B又大于C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出 A是大于C的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4 是大于3的 而3 又是大于2的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推出 4 它是大于2的 好 接着 如果A大于B 那么 我们可以推出 A加C 大于B 加C 举个例子 4 是大于3的 那么 我们 我们 在 这个 不等式的 两边 同时 加C 同时 加一个数 是不是 可以推出 4加2 一定大于3 加2 或者 4加3 一定大于3 加3 那么 这个时候 大家来思考 加的这个C 刚才老师 一种情况 加了2 C 就是2 一种情况 加了3 C 就是3 那么 这个C 只能是一个正数吗 如果我加一个 负1 这个 不等式 1就成立吗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4 加负1 和 3 加负1 4 加负1 等于3 3 加负1 等于2 那么3 一定是大于2的 所以 这个不等式 1 就是成立的 这是老师 加了一个负1 如果是负2 负3 甚至负5 负6 结果 依旧不变 符号 还是这样的一个 大于号 那么 如果老师 加的是0呢 当然 也没有问题了 A 加0 和B 加0 是不是分别 是A 和B 那么 依旧可以说 A 大于B 没有问题 所以 针对这一条性质 我们不需要去限定 C 是正数 还是负数 还是0 都是可以的 好 下面一条 A 大于B 并且C 是一个正数 那么 可以推出 A乘C 大于B乘C 我们也可以 把这一条性质 叫做 给一个不等式 的两边 同时 乘一个正数 乘一个正数 不等号的方向 不改变 给一个不等式 的两边 同时 乘以一个正数 不等号的方向 不改变 举个例子 3 是大于2 在这个不等式 的两边 同时 乘以一个正数 4 得到 3乘4 一定是大于 2乘4的 3乘4等于12 2乘4等于8 12一定是大于8的 没有问题 好 那么 对应着 我们来看 如果 给一个不等式的 两边 同时乘以 一个负数 这个里边 C 是小于0的 那么 我们可以推出 AC 小于 BC 也就是 给一个不等式的 两边 同时乘以 一个负数 不等号的方向 要改变 原来是大于 乘完一个负数 就变成了小于 举个例子 还是 3大于2 那么我们可以推出 3乘以负4 一定是小于2乘以负4的 我们来看 3乘负4等于负12 2乘负4 等于负8 负12 一定是小于负8的 所以 我们用小于号来连接 好 接着 如果A 大于B 大于0 C 大于D 大于0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推出 两个较大的数 的成绩 一定大于 两个较小的数 的成绩 也就是 AC C大于BD 举个例子 4是大于3的 5是大于4的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推出 两个较大的数 就是4乘以5 一定是会大于 两个较小的数 3乘以4的 4乘5等于20 3乘4等于12 20一定是大于12的 所以 这个不等式 依旧是成立的 好 下边一条 如果A 大于B 大于0 我们可以推出 N次 根号下A 一定是大于 N次 根号下B的 其中 小N 要属于 自然数 并且 小N 是大于1的 举个例子 9 是大于4的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一定 可以推出 N次 根号9 大于N次 根号4 其中 N属于 大N 并且N 大于1 这个地方的N 我们可以等于2 那么 根也就是 根号9 大于 根号4 也就是3 大于2 没有问题 N 也可以等于3 也可以等于4 也可以等于5 只要满足N 属于自然数 并且N 大于1 这个不等式 就是成立的 好 接着 如果A 大于B 大于0 可以推出 A的N次方 大于B的N次方 其中 N属于 自然数 并且N 大于1 依旧 举例子 3 是大于2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 可以推出 3的N次方 是大于2 的N次方 其中 N属于自然数 并且N 大于1 这个地方 N 我们可以取2 3的平方 一定是大于2 的平方 因为 3的平方 等于9 2的平方 等于4 9 大于4 没有问题 N 也可以取3 也可以取4 也可以取5 这个不等式 都是成立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大家先来思考 另一的 第一小题 如果A 小于B 那么 A-B 好 如果A小于B 也就是说 A是一个较小的数 B是一个较大的数 那么用一个较小的数 减去一个较大的数 得到的结果 一定是一个负数 所以 A-B 一定是小于0的 好 接着 第二个 如果 如果2A小于2B 那么A和B的大小关系 是什么样的 这个用到的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条性质 我们想 由2A 怎么样能得到A呢 是不是乘以1分之1就可以了 那么由2B 也是乘以1分之1就可以得到B 所以我们相当于 在2A小于2B 这个不等式的 左右两边同时乘以1分之1 就得到了A小于B 这个时候不等号的方向不需要改变 因为我们乘的1分之1是一个正数 给一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以一个正数 不等号的方向不需要改变 所以这道题也是小于 好 接着 第三题 如果-6A小于-6B 那么A和B的大小关系是什么 跟上一题的思考方法类似 我们由-6A怎么样可以得到A 而由-6B又怎么样得到B呢 是不是只要在给-6A去乘以负的6分之1 就可以得到A 给-6B去乘以负的6分之1 就可以得到B了 好 在这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以负的6分之1 左边我们去把数字和数字相乘 字母和字母相乘就可以了 负6分之1乘以负6 首先负负得正 6分之1和6相乘得1 所以左边我们只剩下了A 右边同样的道理 把数字与数字相乘 字母与字母相乘 数字负6乘以负6分之1 也得到的是正1 乘以B 所以右边得到的也是B 那么我们中间该用什么样的不等号 来连接A与B呢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性质 如果给一个不等式的左右两边同时乘以一个负数 不等号的方向就要改变 所以我们最后要把小于号变成大于号 这就是改变不等号的方向的意思 好 所以最后这道题的答案是大于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 如果A小于B 那么A-3与B-3的大小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用到的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性质 由A怎么样能得到A-3 那由B又怎么样能得到B-3呢 是不是只要给这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3 就可以得到A-3与B-3 好 A是小于B的 那么我们给这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3 不等号的方向是不需要改变的 也就是给一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加或者减一个数 不等号的方向不需要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小于 这四道题都可以对应于我们前边讲过的性质 好 接着我们来看例二 以之A大于B大于0 C小于0 求证 A分之C大于B分之C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证明 如果是证明题 大家一定要在答案的地方先写证明这两个字 因为A大于B大于0 所以A乘B分之1是大于0的数 A乘B分之1的意思是 给A乘B去取倒数 那么因为A是大于B大于0的 所以我们知道A乘B一定是大于0的 那么一个正数的倒数还是正数 所以A乘B的倒数就是大于0的数 好 接着 因为A大于B大于0 那么我们 我们在这个不等式的两边 同时乘以一个正数 AB分之1 左边得到A乘以AB分之1 右边得B乘以AB分之1 因为乘以A乘以A乘B分之1 A和A可以进行约分 得到B分之1 右边B与B可以进行约分 得到A分之1 所以B分之1 所以B分之1是大于A分之1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A分之1小于B分之1 接着 又因为C小于0 那么我们给A分之1小于B分之1 这个不等式的两边 同时乘以一个小于0的数C 这个时候不等号的方向需要改变 所以左边得到A分之C 右边得到B分之C 中间用大于号来连接 最后就得到A分之C 最后就得到A分之C 大于B分之C 所以这道证明题用到的性质是 给一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以一个正数 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给一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以一个负数 不等号的方向改变 好 接着 这四条是关于倒数的正负 我们来看 如果A大于B大于0 那么A分之1小于B分之1 也就是取完倒数以后 我们不等号的方向需要改变 比如说 3大于2大于0 那么1分之1一定小于1分之1 举个例子 负3是小于负2都小于0的 那么我们可以推出 负的3分之1是大于负的2分之1的 好 接着 如果A大于等于B又大于0 我们可以推出 我们可以推出A分之1是小于等于B分之1的 接着 如果A小于等于B 它们都小于0 那么A分之1是大于等于B分之1的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在前两个当中分别加一个等号 那么我们的结果当中也顺带着等号就可以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A大于2小于3 那么有我们刚才取倒数的原则 先看左边 2小于x 它们一定都是正数 所以我们同时取倒数 左边得到1分之1 右边得1分之1 不等号的方向需要改变 得到1分之1大于1分之1 再看右边 也是取倒数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1分之1大于1分之1 所以连着写起来就是 2分之1大于x分之1 大于3分之1 也就是x分之1大于3分之1 小于2分之1 为什么要写成后边这个样子呢 因为我们习惯的写法是用小于号来连接的 好 接着 如果x大于等于2小于3 那么左边我们知道2分之1是大于等于x分之1的 那右边知道x分之1大于3分之1 所以得到x分之1 它是大于3分之1小于等于2分之1的 用小于号连接就是后边这种形式 下边x大于2小于等于3分之1 左边变成2分之1大于x分之1 右边变成x分之1大于等于3分之1 所以最后写起来就是x分之1大于等于3分之1 小于2分之1 接着x大于等于3 接着x大于等于2小于等于3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1分之1大等x分之1 x分之1又大等3分之1 所以最后写起来就是x分之1大等3分之1小等2分之1 好 这种是连等的不等式 大家一定要注意写法 都要用小于号来把它们连接起来 好 接着我们来看例3 这两道题大家要对比着来看 第一个 以至x大于-2小于3 求8-7x的取值范围 那第二题与第一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以至x大于等于-2小于3 来求8-7x的取值范围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拿到这道题一定要想清楚 你的8-7x可以怎么样得到 因为题目给的信息是关于x的信息 那么8-7x你要怎么得到呢 是不是相当于先给x乘以-7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8就得到了8-7x 好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路 那我们就往下边来看 因为x大于-2小于3 所以给这个不等式的两边 三边同时乘以-7 -7是一个负数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不等号的方向是要改变的 左边-2乘以-7 中间x乘以-7 那么这个小于号我们需要改变成大于号 右边同样的道理 给3乘以-7 那么把这个小于号要改成大于号 这个性质我们在这节课已经反复使用了 给一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以一个负数 不等号的方向需要改变 好 接着我们来整理一下 -2乘以-7得到正14 中间-7x不动 右边3乘以-7得到-21 然后接着我们把它们用小于号来连接 就变成了-7x 它是大于-21小于14的 这个就是用小于号来连接 这也是我们的习惯用法 好 那么这个时候距离我们要求的 8-7x只差一个8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不等式的三边 同时加8 左边变成-21加8 中间变成-7x加8 也就是8-7x 右边变成14加8 那么这一条性质就是 也是反复使用过了 给一个不等式的两边同时加一个数 不等号的方向是不需要改变的 这时候左边变成-13 中间8-7x 右边22 所以我们就得到8-7x的取值范围是 大于-13小于22 那么我们最后用区间的形式来写 就是-13到22开区间 开区间的意思是 端点值-13与22不能取到 也就是严格的小于号 好 那么第二题与第一题的区别在哪里 就区别在这里加了一个等号 那么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 在这边的等号一直保留就可以了 x大于等于负2小于3 给这个不等式同时乘以负7 左边依旧得到这个 不等号的方向依旧要改变 接着我们就得到了负7x 是14它是大于等于负7x 又大于负21的 然后再写成我们的习惯写法 用小于号来连接 小于号或者小于等于号来连接 得到负7x大于负21小于等于14 然后在这个不等式的三边同时加8 左边得到负13 右边得到22 而右边这个22是可以取到等号的 所以我们最后用区间来写的话 就是负13到22 左开右臂 臂区间 也就是用中国号来写的意思就是 22这个临界值是可以取到的 可以等于22这个值的 好 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第四 第一题 以至x大于2小于5 y大于负3小于4 求x加y的取值范围 第二题 以至x大于等于2小于5 y大于负3小于4 求x加y的取值范围 这两道题的取值范围 也是在于等号的问题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x大于2小于5 y大于负3小于4 那不是让我们求x加y吗 怎么样得到x加y呢 只要把这两个式子加起来 就可以得到x加y了 所以我们把中间加起来得到x加y 左边两个较小的数加起来 得到负3加2 等于负1 右边两个较大的数加起来 5加4等于9 所以x加y大于负1小于9 那最后用区间的形式表示就是 负1到9 也是开区间 因为这里边没有等号 所以用小括号来表示 那右边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x加y不动 左边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只有x大于等于2 这个地方取了等号 而y大于负3没有取到等号 所以x加y的左边是不可以取等的 只是单纯的小于号 所以得到x加y大于负3小于2 右边没有什么问题 直接加起来就是9 所以我们得到的范围依旧是 x加y大于负1小于9 这两道题 虽然x的范围有些许的不同 但是最后x加y的曲质范围是一样的 好 接着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 如果x大于2小于5 y大于负3小于4 那么x加y大于左边加起来 负3加2小于右边加起来 5加4 也就是x加y大于负1小于9 第二个 如果x大于等于2小于5 y大于等于负3小于4 那么x加y左边一定是大于等于 为什么这道题就是大于等于了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给的条件当中 x可以取到2 y可以取到3 也就是说明x加y是可以取到2加负3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加了等号 只有两边都有等号 最后这个地方才有等号 右边依旧小于5加4 好 下边 只有一边带了等号 x大于2小于等于5 y大于负3小于4 那么我们最后的结果 在右边这里边是不可以加等号的 跟我们刚才的立题 相似 最后得到的范围 是大于负1小于9 好 接着 如果x大于等于2小于等于5 y大于等于负3小于等于4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些小于号都是有等于的 也就是都是小于等于号 那么我们最后把x和y加起来的时候 左边也会带着等于号 右边也会带着等于号 所以x加y大于等于负3加2 小于等于5加4 也就是x加y大于等于负1小于等于9 大家一定要仔细观察 这些不等式的特点 最后再决定我们的结果是要带等于还是不带等于的 另外如果写成区间的表示形式的话 大家要注意什么时候是B的 B区间 什么时候是K区间 也就是什么时候要用中括号 什么时候要用小括号 能够取到等于的就用中括号 取不到的就用小括号 好 接着我们有两个 A与B的算术平均数叫做A加B除以2 比方说 3与4的算术平均数就是3加4除以2等于2分之7 好 A与B的几何平均数叫做A与B开根号 那3与4的几何平均数就叫做根号下3乘4等于根号12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写成最减二次根式的形式 也就是2倍根号3 好 大家来看这个例子 2与4的算术平均数是什么呢 就2与6的算术平均数是什么呢 就是2加6除以2 得8除以2等于4 接着2与6的几何平均数是什么呢 就是根号2乘以6 等于根号12 那么这个左上角没有写数字 我们默认为2 也就是开二次根号 就得到 根号12 我们去化简成为最减二次根式的形式 就是2倍根号3 所以2与6的几何平均数是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各位同学再见